所謂的自動化就是 這邊有個單號 這個單號會自動產生 因為單號通常 如果讓使用者Key 他也根本不知道Key到哪一個單 理論上應該是把這個單號加1 再寫回去 對不對?才合理 裡面基本上你會發現 除了白色區域這邊可以動之外 其他的部分都是被保護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其實輸入的時候 盡量不要讓使用者隨便動資料 是最高原則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都給他自己輸入自己動 那會慘不忍睹 而且將來的資料 你可能要花更多時間 去解決使用者輸入的錯誤 所以盡量像我這邊demo一下 他會自動抓到今天的日期 你可以用today函數 而且這裡面你可以發現 這個訊息是被保護住了 所以你會發現看不到 看不到我裡面到底做什麼 然後呢 當我怎麼樣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前面有講過有沒有 比如說有客戶打電話來 他要一個普通鍵 所以我選一個普通鍵之後呢 他會自動幫我把普通鍵的日期帶到這邊來 但是呢這個普通鍵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他普通鍵五天 那五天呢今天禮拜三 那五天的話會有禮拜六禮拜天 理論上禮拜六禮拜天是沒有上班的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避開六日的話 這個地方你要怎麼做 不過因為現在呢 這邊也已經是隱藏了 所以你也看不到我怎麼做 但是你可能可以回頭看一下 我們前面有一個日期函數裡面 有一個叫work day 有沒有work day加s work day工作日 那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我要以這一天當其實日 那五天之後加五天之後呢 但是如果你有禮拜六禮拜天的話 他會自動避開 OK 那怎麼做啦 而且你等一下可以想想看 那我先demo一下 就是說我這邊只要自動去選一個普通鍵 或者是最極鍵 底下會顯示出他到底會幾天 自動帶出來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客戶部分的話 我也是用選的 那主要是選哪個客戶 假設有四個客戶 那我只要知道哪個客戶 他的編號是002好了 他會自動帶出他的名稱 他的電話 還有他的地址 再來的話就是選 他會跟我講說他要什麼 這個產品 那也許就跟我講編號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知道編號 然後自動帶出來 另外的話數量看到幾個 不過數量是有限制的 然後比如說他要幾個 下了單之後呢 他會自動產生小計 也會自動產生總額 那不過呢這個單子 以前像這個銷貨單 以前可能要列印出來或什麼 現在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我這邊旁邊有個新增資料 他可以自動幫我把這個單子呢 的結果怎麼樣 存到這個銷貨名系裡面 並且全部清空 把單號加一 就完成了一個 來銷貨單的流程 OK 類似像這樣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做完 我先demo給各位看 按新增 特別之外 他會把這些單子裡面的內容 幫我存到銷貨名系 目前是S002 單號是S003 按新增 他會自動幫我把資料帶過去 帶過去之後呢 最後把單子加一 然後就全部清空 又變成一個空白的 那你下一次又有客人打電話來 那你一樣 又可以選他是極限 然後他是哪一個客人 做什麼選什麼東西 又可以新增 那所有的東西呢 就會自動又新增 可以比到這邊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呢 這個有點像 把ECL當成競銷存系統 有沒有 那其實也還蠻簡單的 我們裡面主要是 大部分的功能 還是利用什麼 利用下拉 主要可能下拉清單 跟這邊有幾個 自動帶出其他欄位 然後這邊也是自動帶出其他欄位來做 最後是一個新增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我想 有很多東西 東西 你有很多地方